您知道怎样才能把肘子炖到一碰三斗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吗 今儿啊 我教您做 而且超简单 肘子 我们选择前肘 大概两斤二两左右 第一步呢 先要把肘子进行制皮 通过制皮处理的肘子炖出来之后 口感更好 家里如果没有喷枪也没关系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明火上制烤就可以了 放到清水当中 通过这种制烤在炖煮的时候啊 可以更好的帮助肘子排除多余的油脂 还可以将表面没有处理干净的猪毛去除掉 水开 下入肘子 先焯它 香 辣酥 胡萝卜 白胡椒 红酒 下入肘子 下入肘子 放 大火烧开 转小火 加上锅盖 您耐心等待 两个小时 这酸汤肘子呀 辣椒油是必不可少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这款辣椒油 葱姜 洋葱 八角 香叶 小茴香 香菜 油温七成热的时候下入第一份辣椒面 油温降至五成热下入第二份辣椒面 油温降至三成热的时候下入第三份辣椒面 净了 姜末蒜末 盐 白糖 陈醋 香醋 米醋 生抽 黄豆 酱油 姜油 齐了 时间呢 咱看一看谁少了吧 圆汤 辣椒油 这肘子这么多 您是不是连汤都舍得到的 这下饭神菜呀 酸汤肘子 这个齐活了您嘞